接下来咱们继续讲什么 给大家说另外一种特殊的属性 咱们刚刚是不是说了 类属性还有这个实例属性 是吧 接下来说一种特殊的属性 叫做什么呢 叫做property属性 property属性是干什么用的 有什么用呢 小学们很简单 就一看看这个demo 就听啊 这可是新东西你从来没见过的 什么是property属性呢 看这个程序 到目前为止 还能看得懂 定义了个FO类 没错 快选三里边写不写object的反正度几场 定义了个FUNC 简直不能再简单了 但是往下走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写了个额外的东西 它并不是class matter 也不是static matter 而是property 当你在一个普通的方法的前面 加上了一个property之后呢 你接下来就有个特殊的功能的体现 这个特殊功能体现是 当你再去调这个proper这个方法的时候 同学们就变了 又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这个样子 你现在看 类的名字叫FOO OK FOO 我是不是创建了一个实力对象呀 实力对象的FUNC 请问同学们是啥意思啊 是不是调用这个方法啊 特别让里边啥代码也没有代识调这个方法 接下来你就写了FOobject.prop 我没有写括号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方法依然会被调用 我没有写括号依然会被调用 那么这个里边一般干什么呢 一般返回一个值 你先甭管这个值有什么用 对吧 我想给你表达对核心一点就是 如果你要是在你的类里边定义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只有一个self探索 没有别的 只有一个self探索 而且这个方法的前面呢 写上了一个property 这个东西呢也就是装饰器 后面我说了详细讲 你甭管 简而言之 你只要写上这个ID符号这个东西 这个PROP这个函数 这个方法 它有个特殊的功能的体现 体现的表达表现形式是 将来你再去让这个方法被调用的时候 直接写上这个 这个方法的名字就下 不用写括号了 它就自动调用 而且这样的方法里边 必须返回一个值 返回的值是什么 当做你这个哥们的一个结果 听懂我意思了吗 这样的函数 把它整成了一种特殊的属性 这就叫做property属性 方法名叫什么 将来这个地方还是写什么 但是不用写括号了 将来这个地方一定会 漫而被制强 这样的东西 咱们就称之为property属性 那property属性 来看这个代码 看这个代码 当前呢 我有个类 商品类 固执类 对吧 这个类里边有可能有很多东西 这是我省略 有可能有很多 有很多 我这个地方呢 来了一个diff side 就是你这个商品的这个型号 或者是大小 对吧 我还是买一辆车 你这个车是几米乘几米的 宽度 高度是多少 这不有大小吗 我这个地方默认给他写了个 是不是有一个叫return 100 那么这会导致了什么呢 这会导致了将来你再去换种颜色 这会导致了看不到白眼 这个键 会导致了你将来创建出来这个实力对象 der side的时候 他自动的调用这个方法 然后他返回的是什么 当作我这个obg的side的结果 我承认起来接下来打印这个值一定是多少呢 100 打出来是100 那举了这个例子 估计同学们还会觉得有点绕 到底想表达什么 这边来说 你想要得到一个值 你定义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有可能很复杂 你将来想要得到这个方法的时候 有可能你按照原来的方式 记得同学们 按照原来的方式 咱们不写这个property这句话 是不是直接写obg的side的扩起来 请问是不是也能得到它的返回值了吧 但是现在的一个体现 你写上property 这个地方就不写了 就可以直接用 这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体现 有什么用呢 是吧 这种特殊的点 所以接下来我又要跟你讲 你就懂了 我接下来也给你讲 就懂了 那么你只要明白 现在你的特点就是 你只要明白原来一个方法 前面写了property 这样的东西去扯出属性 最终一个应用的体现 就好像是 我访问了一个属性一样 是吧 我是不是相当于调用这句话的时候 相当于我调用了一个 普通的一个实力属性 是不是一个道理了 解什么呢 把由原来的调用方法 改成了相当于 看上去是调用一个属性 请问你调一个方法 你是不是一定知道一个函数 是不是在执行了吧 但是你看上去是调用了一个属性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获取一个值就完事了呀 所以说呢 从可读性的角度上讲 这个可读性更高 我获取谁的值呢 我获取这个里面的size 我获取你的身高 OBG的high 是吧 我获取你的体重 我获取你的年龄 等着A字 身高 体重 都可以 他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原来的时候 咱们想要得的一个数据 是不是都是通过方法被调用 现在 必然 实际是调用的方法 但是实际上给你的应用者 你就这么想他们吧 你想一个问题啊 如果咱们把 整个这个东西 把这个类的实现单给它屏蔽了 咱们不管这个类怎么实现了 当你拿着一个固执类的时候 你直接一调 请问这句话 是不是相当于获取一个属性值啊 是个意思了吗 所以说给开发人员 点了一个好处什么的 哦 我得到一个值就是OBG点什么 OBG点什么 很简单 而不用去调方法 这就是一个体现 那类也维持了吧 就是说对咱们开发人员 我不知道这个类怎么实现了 但是我调 获取属性 获取属性 你今年多大了呀 想玩点A字 你今年几岁了 想玩什么什么 不就完了吗 多简单 比调方法更 可动性更高 这是一个体现 这就叫property属性 property属性有个特点 特别要注意 定义的时候 你这里边 在前面写上property 第二个 这里边只有一个self 不能再多 多了一调就废了 那多了一调就废了 来吧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一调就废了什么体现啊 class 固执啊 然后呢 OBG object OBG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想咱们刚刚那个 叫什么呢 at符号 写上property 写上然后地付 接下来写什么东西呢 比方说写上这个side 写上这个side 这里边写上一个self 你看我写上一个self OK 接下来我return100 接下来g等于固执 我只是创建一个对象 看着g.side 没问题吧 是不是相当于直接就相当于调用的这个函数 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但是如果 哎同学们 我能不能加个括号 为什么不可以啊 哎为啥 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g.side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哥们的返回值啊 这个哥们的返回值是什么 你看一下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inter类型的数据啊 一个inter类型的数据 能让你写括号去掉它吗 掉不动啊 同学们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 根本就不是掉这个函数了 而是你的返回值是什么 掉这个返回值 不一样 两码事 那么说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再去定义这个过程的时候啊 还在写一遍 class 故事 obg at property property 写上 然后def size 你看好了 size 如果我要是在这个地方写上这个self 如果我又来了个字 比方说 value value 测试啊 return 100 好了 g等于goose g.size size missing 一个需要进行传递的坛数 value 听懂我意思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你多写一个你将来执行这句话的时候这个方法就会被自动掉 你没发现一个特点这个哥们你并没有穿值啊 那有人说 我想比方了吗 g.size 快起来 小三个200 行不行 我刚验证过行不行 为什么不行 首先你要去调用g.size 是不是已经去调用这个哥们了吧 他的返回值是什么 你拿回来什么他会去调什么呀 你这句话都挂了 他能有返回值吗 所以说肯定没有你这句话100%挂呀 能留意识了吗 好了 一个体现 这个不要深究 这个不要深究 你要明白的一点是 如果我要是想定义property属性 很简单 定义一个方法 在方法里边只有一个self坛数 你不写self 你写a也没问题 因为咱们说了 在实力方法里 实力方法里边那个self 是不是可以写self 是不是也可以换个名啊 一般都写self 那么在这个地方写self 写property OK就行了 不能多写坛数 写了就不对 这就是获取一个特殊数据的一种方式 把它答应这个方向 最终的一个体现 我把调用一个函数 获取一个值 把它相当于整成了一个简单的属性一样去调用 请问四个道理吧 这就是现在的property属性 那么看一下property到底还能干什么 简单的一个案例 说一下京东商城 我每次都以京东为例 从来不以淘宝为例 因为我在淘宝上买过东西 是吧 你懂的 那么我就举了个交 我搜了个Mac 我建议你以后买Mac 这个两种电脑 ThinkPad 就是原来的IBM 就是现在ThinkPad 和Mac电脑 要么就买这两种任何一个 什么联想 华为 华硕 小米 通通都不要买 这是将来真的开发的时候就这样了 你要是不听了 你买个拯救者的也行 是吧 没什么问题 三万块钱 也没有什么问题 外星人也可以吗 那么通通一般情况开发 我就说两种电脑 一种ThinkPad 一种Mac电脑 所以你买哪种 一般非你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Mac电脑的更新坏的 还是比较快的 能买个旧的旧级级级级级的 不会买个新的 你懂我意思了 有旧的 当然买个旧的来 能省很多钱 好朋友来看一下 是不是全部都电脑 你看Mac里边有什么型号 六千多的 八千多的 一万多的 一万三的 找个最便宜的 找个最便宜的 六千多別 Mac电脑分为两种型号 一个叫做Air 一个叫做Pro Air相当薄 没有比它更薄的电脑 小米都是在模仿Mac电脑 Air是对薄的 特别适合女士用 但是不太适合开发 对特别不太适合开发 男士也能用 就相当薄 超级薄 但是什么呢 这个性能要比Pro要低点 Pro就是专业版 专业版 Air主要犯过的什么意思不知道 Pro就是专业版 专业版的适合什么呢 搞开发的 搞设计的 一般都是用这个 我就说一句话 当你用了Mac之后 你就绝对不会再用你的Windows了 只是百分之百的 至于为什么 你买了你知道 后悔也来不及 往后翻 其实这个Mac电脑 你没发现还有这个的 还有一万九的吗 还有一万九的呢 还有吗 不知道了 原来干一个月的 购买一个电脑的 就差不多了 还有五千多的也有 对吗 这啥人 电脑是四肢 我想说的是分页 为什么这个京东这个地方 他不给我全显示了 他给我整分页干什么 太多了 我又不是不看 我玩饭的时候 他没有了 我体验多不好 为什么 如果你返回过来 假如说你这个京东商城里边 Mac电脑 相关的有一千台电脑信息 请问你一次性返回过来 是否加剧了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的过程 有可能我就看了两页 Mac电脑买不起 算了不买了 有可能我立马关了 请问你加的那千个电脑 是不是浪费了我的资源 那么言为之一 最终的一个体现就是 京东商城这样的网站里边 有很多很多数据 他不可能一次性给你加载 所以说他只给你加载一部分 这就叫做分页 也就是说 咱们马上就开始讲数据库了 也就是说咱们从明天开始 咱们就开始讲数据库 那么讲解数据库的过程当中 当然当然就教给大家 什么东西叫做分页查询 到时候就说了 那么简而言之 回了咱们这个地方了 刚刚我告诉你了 分页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回了这个地方来 说了 像对于京东商城这种 电商在显示一个主机的列表 这个其实就叫列表页 点一下这叫什么页 商品详情页 这叫列表页 那么点开列表页之后 每一次 他不可能把所有内容 是不是显示的页面杀 只能通过分页来做 即你只告诉我显示哪页 我就取一部分 同学看账 他在对下边 是不是有个叫做页数 我点第二页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取 就这么说吧 这些好比是整个数据库里边 所有的数据 他的第一页 咱们可以假如这个东西 是第一页的数据 取了这些 这是第一页了 这个是第二页了 这个是第三页了 大家也没发现 是不是 你想你默认的是一的时候 我就把这一部分取出来 给你显示 你点二的时候 我就把这一部分取出来 你点三的时候 我把这部分 请问是不是相当于 这就减轻了服务器的压力了吧 那么这就是分页的一个目的 从哪个地方开始 到哪个地方接入 这就是分页 那么现在一个什么意思呢 我想要定一个类 我接下来想要你给我传一个页码 我计算出来70点和截止点 那怎么做呢 对吧 你看我刚刚说过了 70点 你有这么多数据 我想要从这开始到这的 从开始到这的 从这到这的 请问 大家没发现一个特点 是咱们就应该的告诉你 从哪开始 到哪结尾 请问 我是不是告诉你 你是不是还能数据库里边 是把这个数据给你取出来了 那么这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只告诉我第一页 还是第二页 还是第三页 我是不是自动的 就应该根据一二三 转换出来 我的70的位置 和接走的位置了吧 没错吧 那么因此这个类 就应用诞生了 大家懂得看着 这个类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我定了一个一页的 这样的一个类 这个类里边 有个引力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我在这个地方 传了个一的时候 请问 这个一 是不是给了这个哥们 self的current page 请问 现在等几啊 一 等一啊 等一 来 那么self的peeritems 这是啥意思呢 每一页显示的个数 其实到底 咱们马上就要学数据 数据扩了 到时候你就知道 每一页的个数 是有个限制 一限制就好了 请问到吗 我这句话之后 是不是向你创建了一个对象 这个实例对象里边 是不是有两个属性 一个实例属性 叫current page 就是当前一页 有一个叫做peeritems 就是每一页里边的 这个项目的 上面的个数 是不是都在这个地方有了吧 好了 我传的是一 你能不能给我计算出来 我从哪个地方开始 到哪个地方结文呢 请问 我接下来我只要一调 p.start p.end 如果你能给我返回 70的值 如果你能给我返回 节值的值 请问 是不是将来这个更简单了吧 我就相当于 我创建了一个对象 我一调属性 立马给我个值 一调属性 立马给我个值 请问是不是要比调方法 是不是要简单很多 那么这个时候 怎么多的呢 我在start方法的前面 写了个property 我在end方法前面 写了个property 请问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意味着 将来我再去调用对象 的start 看上去我是获取属性的值 是不是已经把它对应成了 是不是调用这个方法呀 大家可以看 这个方法干什么事 self的current page 请问是不是把你刚刚填进去的 这个值1取出来了吧 1减1等于0 0乘上任何值 等于0 请问这个哥们返回值 0 其实是什么呢 0 其实1不就从0开始吗 对吧 我点的是1 1不就从第一个开始吗 0表示第一个 那么截止是什么呢 当你在去调用n的时候 大家也没发现 是不是他相当于 把它对应成了 这个方法吧 这个方法里边 self的current page 乘上 你这个哥们 请问这啥意思 1 乘上10 请问这些哥们 是不是出来结果就10 也就是说 你要是取的这个范围 是不是0到10 这是不是第一 如果将来 我又创建了个对象 我这个地方传的是10的话 或者说我这个地方 咱们传个3 请问 那么将来 我再去调用它的start 它的end 属性的时候 是不是他又会自动调用这个方法 会计算出一个值来 是不是立马返回呀 大家可以发现一个特点 为什么要unproper 一个好处 是不是相当于让开发者去获取一个值的时候 就相当于让他去调一个属性一样 但是把这个属性把它对应成 咱们真正的说是一个方法的调用啊 你们发现一个特点 相当于把那个复杂的处理结果 你封装到了这个方法里面去 而给最众的调用者 是不是只留了 是不是一个属性的名调呀 咱们一直说 面向对象 封装几层多态 这其实就是封装的一个体现 看得清楚了吧 我把处理叶码的过程 把处理截止叶码的过程 都封装到一个方法里面去 最终只给你留着一个属性 请问你只要一调 是不是那哥们是不是自动调吧 这不就是一个封装的体现吗 而且咱们通过 property这样的属性 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在用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简单 我管你是一个值 还是一个方法 但是我调的时候呢 就是按了一个方 一个属性去调的 这不就相当简单了吗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property 一个直接使用的一个体现 那列为一份了吧 把它对应成一个方法 这就是property属性 两分钟 理解一下 开始 好